好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點他 點他點他改成什麼呢 這邊有個叫做半徑無內線 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那你這個地方的話就可以標註出來 My escape鍵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雖然叫半徑無 半徑的無內線 實際上直徑也是一樣 只是一個代稱而已 所以你不要說 所以半徑開頭是半徑或者開頭是直徑就只能用在半徑或者是不對 都可以通用的通用的 那再來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們要修改的話呢直接好 這地方就可以直接 按輸入1D的指令就可以了 直接在指令裡面輸入1D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做修改 我們就改成 這地方的話呢改成5 Dash 然後這個地方5Dash之後的話按一個確定就可以了 好這邊有個確定你把按確定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 做出像上面的這個效果出來了 那當然你還可以再調整他的引線嗎 我剛剛講過就這個引線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還可以再按右鍵 去做一個 去調整這邊的這個 這個引線 這邊有個引線的部分 我們引線的部分呢也可以再做一個調整 他的位置 這個位置也可以再做調整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想你們試試看好那上面這邊還多一個這個 好這邊還標一個30 好我想這個地方的話呢好你們先 試試看這個部分好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它好 好 好 os os